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1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網友昨天 給了一段影片給我 讓我評論一下 香港的問題 尤其是公屋 因為我們離開了香港 我已經快兩年多了 有些事情我不是太清楚 不過 每天都聽過網友的報料 這件事 之前也有所問的 也不止發生過一次 就是 有很多 隔離香港的內地的女人 他們就跟香港的老公 結婚 當然 結婚幾年之後 他得到香港的永久 居民身份之後 他會很快就跟這個老公離婚 把他踢走 以往 我們看到很多情況就是 那個老婆 跟香港的老公有生兒子 他就以這個生兒子的身份 結果 房屋處就把那個男人踢走 把這間公屋給了一個女人住 以往發生過很多很多問題 我們有網友是社工來的 最近有一宗案件 可以說是不是要佳大歡喜 我不敢說 就是 嫁給了香港老公的女人 取得居留權 跟她離婚 離婚之後 竟然 跟她的前夫 一人有一間公屋住 即是 得到這個 分房計劃 即是房屋 以分房計劃 那麽就分開他們 應該說是分戶政策 好了 那麽如果是分戶政策的話 就是她老公有間公屋 那麽他又有一間公屋 其在 不僅如此 他就 跟她老公離婚之後 成功爭取取一間公屋 那麽他 馬上就申請 他那個 離婚的前夫 在大陸的前夫 以及七歲的兒子來香港團聚 就說方便照顧 這些東西其實 都是由社工協助的 香港的社工 尤其是這班社工 專門做這些事 幫他們拿資源 正常政府有資源 如果所有香港人 都是公平的去申請 那就無可厚非了 問題就是 很多人是利用一些 這些手段 去得到一間公屋 以往 更慘就是那些男人 通常很老 可能六十多七十歲 又未去到死亡的階段 被他那個大陸的老婆一腳踢開 跟他離婚 因為已經得到 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 應該是三顆星 所以 有無有役就一腳踢開他的老公 好 踢開了他的老公之後 以往很多單案例 就是那個老公沒有了房子 可能最近政府完善了計劃 不過這樣 完善得來就是香港納稅人 就要 為這些中港婚姻去找數 當然 其實香港的納稅人為中港婚姻找數 以往我也覺得合理 為甚麼 因為一群人在香港 可能熬了一輩子 也娶不到老婆 為甚麼娶不到老婆呢 因為沒有本市 找不到錢 有住公屋 但是 對於大陸人來講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香港女人覺得他們沒有用 嫁給他們沒有運行 沒有截圖 但是大陸女人不同 大陸他們覺得 他們可以透過來香港改變他的一生 這件事 誰對誰錯 已經很難說了 已經說不定了 因為這個男人回到大陸 他 通常 可能是比較低下層 中港貨櫃車司機 泥頭佬 裝修 又或者是在香港做保安 做清潔 總之也是做一些基層的工作 他回到大陸玩的時候 一定是吹噓的 吹噓在香港做甚麼生意 家屋多大 騙一些女人 實際上 其實 中港婚姻 是不是有很多詐騙成份呢 我覺得也是 主要 香港的男人自己在香港娶不到老婆 被香港人看不起 那就回大陸娶吧 他當然不會告訴你 我做來頭佬的 對不起 你要不要跟我說 不會的 一定會說謊 一定會騙他做生意的 在香港有錢的 家屋也不錯 下來才只有280呎 或者320呎 當然是有很多矛盾 當然是有很多吵架 但是 很多時候大陸的女人很忍得 忍著你 死老傢伙 困我下來 結果跟他生兒子 生兒子才糟糕 如果你沒有生兒子 應該就可能是 可能是婚戶 或者支持你 以往不是的 生兒子就踢走那個老公 這個是房署以前的政策來的 現在 是不是真的調整了 改了 叫做完善了 什麼也好 我不知道 離開了太久了 這陣子也沒有什麼社工跟我報料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知道 麻煩了 知道的網友 留一留言 告訴我 這件事 就這樣看 如果他真的跟他離婚 房屋處分了一間公公給他 他當然是得一上二的 大陸的老公 前夫以及他已經有兒子在 實際上 有人說真兒是不是假結婚 當然不是真心 他的目的就是下來香港 拿了居留權之後 就跟香港的老公離婚 申請大陸的老公下來 兒子在大陸一樣下來 因為以團聚理由 香港是很容易的 這些情況是會不斷發生的 因為香港政府也很鼓勵 也鼓勵用大陸人口來取代香港人口 香港人有傲氣 不聽話 大陸人聽話 其實也不一定的 2019年很多上街的就是一班 新移民的下一代 因為他們來香港 慢慢慢慢接受了香港那套普世價值 他們不是要大陸那一套 當然現在經過 不斷的洗腦 之後的下一代 未必會再知道香港有甚麼核心價值 可能就是賺錢 忠於黨 愛國家 愛國愛港 反對派搞搞搞震 現在死了 沒人反對 不會再有像以前那樣的普世價值出現 是不是應該不會 正常不會 那麼當然 現在的政府 他是不是可以百分百換血呢 你其實看到這個毒涉大藏家 整億票房也知道 換不完的 香港人 在心裏面還是支持 普世價值的還有很多人 問題就是沒有一個運動去帶領他們 又或者沒有一個社會的行動 當然現在國安法 那麼嚴厲 動一下就說要抓 又說要鎖 我們知道的確是很難的 在香港是很難的 有時 也是可能靠一些打擦邊球 現在香港好像大陸一樣 正港就肯定不行了 動一下就被人抓了 你只能夠做一些軟性的事情 做一些 曲線的事情 擦邊球 又或者 暗示的事情出來 但是有時候暗示都會被抓的 橫陽村的漫畫 一樣照拉照鎖 照坐牢 所以 我們也覺得 有時 這件事真的要 靠香港人的做法 我們無論如何努力 也會定不過整個大潮流 是不是 有些人 正所謂的聰明仔 香港有很多聰明仔 叫做大智慧 不如趁勢 只有時勢做英雄 很難有英雄去做時勢 是不是 我們可以做的 順應時勢 還有我們盡量 心耕細作 做好一些基礎 那麼 例如現在有些朋友 例如在海外有很多組織 他們很有心的 我就知道有些很有心的 他們其實也算是心耕細作 成立一些組織 幫助香港人 很多人都有做的 其實不是沒有人做的 不過 就是 那個力量很散 當然啦 有人做比沒有人做好 香港我也知道有一群有心人 他們 他們 早前 有人有代表 來到英國探望我們 跟我們說香港的情況 是他們使得我們覺得我們要堅持下去 我們不堅持下去 我們第一可能會令到他們失望 第二 香港人會沒有希望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也是能夠給予希望 他們也能夠給予希望 這是一個大家互相鼓勵 這是一個互動來的 即是他Motivate我 我也會Motivate他 但是 就是因為有我們一群人 我們堅持覺得 我們要繼續做下去 因為人生匆匆幾十年 真是你為了賺錢嗎 很多時候 他跟我說的說話 我也跟他講了 我跟他一樣 都過了賺錢的 時代 過了賺錢的年紀 不想做那件事 我們已經是 為了我們的 你想去奮鬥 奮鬥 完成了下半身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這些中國婚姻 矛盾是一定有的 其實就 家家有求 當時你這個男人 騙大陸的女人的時候 你也要想清楚了 將來他們不是貪你英俊嘛 你也是想來香港 明知道你沒有錢也是騙他 這次時間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朋友 訂閱Patreon 多點留言互動 做社工的朋友 告訴我現在政策 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為 我都離開了香港兩年多了 有很多真的不掌握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大一點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都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呢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